大家好 欢迎回到石器社 自古以来 农夫与蛇的故事层出不穷 我们大部分人从小就被教育要成为一个善良的人 有时候却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人如毒蛇般的存在 面对善良 不仅没有感激 反而恩将仇报 就好像今天咱们案件中的这名女主角 为此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016年5月11日 就读于德国德少市安海尔特应用技术大学的李扬杰 从超市买了一些生活用品 回到宿舍放好东西后 他换上了自己的跑步装备 虽然已经是晚上8点30分 但由于德国的纬度高 天空还亮如白昼 李扬杰与室友告别后 就戴上耳机开始了他的目光之跑 这是李扬杰长期坚持的运动 不管学业再忙 他都会抽出一些时间去慢跑 他习惯的路线是穿过老城区 经过博物馆和城市公园 但当天还没跑多远 就在不远处的一栋楼下 被一名女子拦了下来 这名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年轻女性 跟他交谈了大约一分钟 尽管李扬杰面露蓝色 但最终还是跟着他一起走进了一间公寓 第二天一早 同学周丽宏照例给李扬杰发微信 两人关系要好 每天都会相约一起吃早餐 可这次他没等来李扬杰的回复 却等来了他室友的电话 这名室友先是询问 李扬杰是不是和周丽宏在一起 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 他慌张地说道 李扬杰昨天一整晚都没有回来 他卧室的门虚掩着 衣服散落在床上 手机和运动服也不在房间 并且他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的状态 李扬杰是一个乖巧谨慎的女生 在德国留学期间 他交往的圈子也仅限于校内留学生 况且他虽然英文很好 但并不精通德文 不可能私自外出也不归宿 这样的事情在他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一股不祥的预感萦绕在二人心头 他们向校方汇报了此事 学校立即组织师生进行了搜索 他们找遍了教室、实验室、图书馆 以及李扬杰平时外出跑步的线路 和他常去的几个地方 当天下午1点 搜寻无狗的校方报警求助 德少警方派出了大量警力 包括直升机和警犬 全面排查了李扬杰有可能出现的地方 并将重点放在了周围犯罪率较高的区域 此外 当地的华人组织也做出了积极响应 他们转发消息 并自愿加入了搜索的队伍中 然而 一天一夜过去了 李扬杰依然下落不明 5月13日上午 警方试图拨打李扬杰的手机 出人意料的是 这次竟然接通了 电话那头传来一名男人的声音 可很快便被挂断了 由于通话时间太短 警方无法进行定位 中午11点左右 豪斯曼大街的一名建筑工人 在施工地临时厕所与灌木丛之间 发现躺着一个全身赤裸的亚裔女性 经过警方确认 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通过尸检及DNA比对 此人正是失踪的李扬杰 她全身多处骨折 面部受损严重 身体里还残留着他人的体液 难以想象 在死前遭受了何等的折磨 那么凶手到底是谁 她为何会杀害年轻单纯的李扬杰呢 李扬杰1990年出生于河南省焦作市 她家庭美满 父亲是一名警察 母亲是一名教师 李扬杰从小成绩优异 性格温和 是家中的独生女 高中毕业 李扬杰考取了河南科技大学建筑系 2014年本科毕业后 她以优异的成绩 被德国安哈尔特应用大学录取 尽管很多人对这所学校不太了解 但接触过设计专业的人都知晓 该校的前身 正是业内著名的包豪斯学院 她被誉为现代艺术教育的摇篮 安哈尔特应用大学位于德国东部的德少市 这座小城人口约10万 它环境优美 被众多老式建筑和公园所包围 距离首都柏林大约110公里 和很多中国家庭一样 尽管李扬杰的家境并不富裕 但望女成龙的父母还是咬紧牙关 将女儿送出国门 在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 全家人都沉浸在欢乐的范围中 父母一路护送李扬杰来到北京首都机场 望着宝贝女儿远去的身影 母亲流下了不舍的眼泪 李扬杰留学后 家中的父母日盼夜盼 希望他能够早日学成回国 然而令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还差两个月便要毕业的时候 李扬杰却混沌异国 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在收到噩耗后的第一时间 李扬杰的父母便收拾行囊 办好相关手续 登上了飞往德国的航班 5月20日 他们抵达了德少市 夫妻俩没有勇气去面对女儿的遗体 当晚 全校师生自发为李扬杰守夜悼念 母亲跪在地上 欲哭无泪 父亲沉默不语 若有所思 第二天 夫妻俩来到了女儿身前居住的公寓内 看着她使用过的物品 黯然身伤 李扬杰的父亲 是一名有着数十年经验的老刑警 在她的要求下 警方陪同夫妻俩勘查了案发现场 德少警局的探员表示 这里已经实施了封锁 他们找遍了周边地区的所有垃圾厂 在50多吨的垃圾中找到了李扬杰的部分遗物 经过检验 上面的DNA与李扬杰体内的DNA属于同一个人 但警方在数据库内没有匹配到相关信息 李扬思索的事情的来龙去脉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他沿着女儿从公寓到最后出现的地方 反复地走着 突然 他想到 气湿的地点距离公寓非常近 是女儿平时跑步的必经之地 如果是蓄意犯罪 凶手不可能传道将尸体丢弃在这么近的地方 所以这更像是临时起义的计划 那么凶手会不会就是周边某栋房子里的邻居呢 李扬杰的父亲向警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探员们非常惊讶 表示他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他们认为 气湿地点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很可能只是凶手作案后随意丢弃的 不过 在听了李扬的分析后 警方觉得很有道理 他们派出人手 对周边区域的居民展开了调查 但经过十来天的搜索 仍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 警方准备扩大搜索范围的时候 一对年轻情侣来到德少警局报案 他们声称 知道此案的一些细节 可能会对破案有所帮助 而接下来 他们说的话震惊了所有人 这对情侣男的叫塞巴斯蒂安·弗莱奇 出生于1996年 女的叫谢尼亚·朗 出生于1997年 他有三个孩子 其中两个是和现在这个男友生的 这对男女虽然都已经20来岁 但他们却没有上过大学 甚至连德国最基础的12年义务教育 都没有念完 由于没有生活来源 父母掏钱租下了一间公寓 供这对小情侣居住 他们算是德国的坑老族 而这间公寓就在发现 李扬杰尸体的旁边 弗莱奇向警方透露 5月10日也就是李扬杰尸踪的前一天晚上 自己正在家里看动画片 打发无聊的时间 而女友谢尼亚在街上闲逛时 偶遇了正在跑步的李扬杰 因为看到对方相貌乖巧 便询问他是否愿意来一场三人形游戏 没想到李扬杰立即答应了 随后便与谢尼亚一起来到了弗莱奇的公寓 他们玩得很开心 结束时李扬杰还说下次再约 弗莱奇说 后来他们听闻这个女孩死了 因为担心警方会在尸体上发现他们的DNA 从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这次特意前来说明情况 德少警局针对这个线索展开了调查 经过检验 李扬杰体内的DNA正是属于弗莱奇的 鉴于此案社会影响较大 为求慎重起见 警方立即控制住了这对情侣 好 案件到这里 德少警方的处理方式还算正常 不过后面的事情就有点魔幻了 5月24日中午 检察官福克·比特曼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他宣布目前已经逮捕了两名嫌疑人 至于他们是不是凶手还有待商榷 不过警方知道的消息是 死者生前曾自愿参与了与两名嫌疑人的三人运动 可以说 这样不负责任的发布会 不仅损害了李扬杰的声誉 还带歪了整个社会舆论 检方不仅没有对嫌疑人的供述做出任何证实 还刻意隐瞒了嫌疑人公寓内随处可见的血痕 他们散布在地板、沙发、墙壁、暖气片和天花板上 李扬杰的父母悲痛万分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女儿在死后还要遭受这样的非议 学校的失声反馈 李扬杰是一个很乖巧的女生 情感上非常单纯 她每天的生活也是两点一线 从来没有夜不归宿的行为 况且李扬杰并不精通德语 试问 像她这样的女生 怎么可能和两个语言不通的陌生人 做出那样的事 在这个荒诞的新闻发布会过后 李扬杰的某位朋友来到德少警局 他说 5月10日晚上 曾在中央车站遇到过李扬杰 两人还寒暄了几句 这件事 在场的另一个朋友也可以作证 而这位朋友供述的时间节点 正是两名嫌疑人诬陷李扬杰的时间段 很显然 这对情侣在说谎 而警方为何要将如此经不起推销的证词 公布于众 难道他们是想隐瞒什么秘密吗 我们接着往下看 其实警方一开始的侦破方向就错了 如果不是李富强烈要求搜查周边 让嫌疑人感到压力而主动投案的话 这个案件还不知道何时能侦破 发布会的第二天 中德两国的一些媒体进行了未经正式的报道 李扬杰受到了很多不知情大众的质疑 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 案件迅速发酵 很快 德国全境几乎所有的华人留学生纷纷站出来抗议 他们认为 检方发布的不实信息误导大众 侵害死者的名誉 警方办案不立 迟迟没有将关键证据收集移送 感觉有包庇罪犯的行为 随着舆论的扩散 案件不断地被放大 媒体终于做了一件好事 他们挖出了更多的秘密 原来嫌疑人之一的塞巴斯蒂安·弗莱奇 他的母亲是当地德少警局的高级官员 而他的继父正是德少警局的局长 而李杨洁案的侦办 一直都是德少警局在负责 这个消息不禁让人浮相连篇 然而更令人气愤的是 警方故意隐瞒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 这个弗莱奇已经涉嫌了40多宗案件 其中包括纵火、盗窃、冒犯女性等等 但这些罪行却丝毫不影响他的生活 直到投案前 弗莱奇依然在外面逍遥快活 究其原因我想也是不言自明 到了2016年5月 除了在德留学生以外 当地华人组织以及很多德国民众 也都加入了为李杨洁声讨的队伍中 要求德国警方严惩罪犯 还死者一个公道 眼看事件愈演愈烈 迫于压力 官方宣布将弗莱奇的高管母亲 和局长继父停止留心 并让哈雷市警局接管此案 案件重新开始调查 李杨洁的父亲供述 5月21日 嫌疑人的继父也就是这名德少局长 在事后还曾带他前往案发现场勘查 当日在公寓门前 李富看到了弗莱奇 只是当时并不知道 带他开宴现场的局长和公寓里的男子 竟然是一家人 另外有目击者声称 看到过弗莱奇的父母 和他一起从公寓里走出来 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垃圾袋 他们似乎是在搬家 而这个时间点 正是李富要求警方 调查周边住客的当天夜里 事后经过勘验 弗莱奇的公寓经历了反复的清洗 但还是在一间空置的房屋里 检验出了上百处的血液痕迹 甚至溅到了三米多高的天花板上 据周边邻居反映 案发当晚曾听到过弗莱奇的公寓里 传来了长时间的女性爱好声 但他们都知道这对情侣 平时就有一些特殊的爱好 所以就没有过多的理会 随后 哈利警方在弗莱奇公寓一楼的古董店里 找到了一段店主提供的监控视频 5月11日晚上9点20分 李扬杰跑步路过这里时 被谢尼亚拦下 两人交谈了一分钟左右 谢尼亚神情焦急 似乎在请求帮助 李扬杰犹豫了一会儿 就和他进入了公寓 凌晨2点30分 弗莱奇走出公寓 在外转了几圈 似乎在找着什么 但很快便回到了公寓内 而李扬杰却再也没有出来 案件发展到这里已经很明朗了 应该很快便能为李扬杰伸冤了吧 但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 首先弗莱奇的父母宣称 搬家是早就安排好的 因为房屋里有霉菌 会危害人的健康 但很快房东就打了他们的脸 因为经过专业人员的检验 房子是干净的 不存在霉菌 房东供述 案发后 弗莱奇还一次性支付了半年的房钱 让其不要另租他人 警方通过电信公司的记录了解到 弗莱奇在5月12日 李扬杰失踪的第二天 和母亲通话十余次 远超平时的记录 甚至在去警局投案的前一秒 他还与母亲通了40分钟的电话 2016年11月25日 李扬杰案正式开庭审理 弗莱奇的父母花钱请来了资深律师 并指导两名被告用文件挡住脸 合理使用沉默权一言不发 全程由律师代为回答 强势的辩方首先提出 作为此案最关键的证据 也就是古董店老板提供的监控视频是有问题的 因为店里的监控画面并没有拍到李扬杰被害的镜头 而室外的监控画面是公共区域 涉及到个人隐私 所以不能公开 法庭也不能采信 换句话说 这段视频只能表示李扬杰曾进入了公寓 谁也不知道他是否出来了 反正公共区域的视频无法公开 拍没拍到已经不重要了 面对这样的诡辩 控方拿出了更多的证据 在李扬杰失踪的几天前 弗莱奇曾在电脑里搜索过 关于亚洲女性捆绑殴打等关键词 并且在李扬杰遇害的当天凌晨 他还搜索过如何隐藏尸体等相关内容 此外 在两名嫌疑人的手机里 警方发现了大量低俗视频 结合电脑搜索历史 手机视频 DNA检验结果 以及古董店的监控 控方的每一项证据 都有着不容质疑的理由 在铁证面前 可能是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妙 女嫌犯谢尼亚终于动摇了 在第十次开庭时 她终于说出了案件的真相 谢尼亚说 自己从小便受到了继父的捏带 长大后非常自卑 遇到弗莱奇以后 更是极度地讨好对方 满足他的各种奇葩要求 如果稍有不满 便会拳脚向架 案发当晚 弗莱奇让他去找一个人 来一起玩游戏 于是他被迫欺骗李扬杰 说家中有个大箱子 需要帮忙搬运 希望对方能协助一下 二人进入公寓后 弗莱奇冲了出来 控制住李扬杰 随后便是一整晚的折磨 在这期间 李扬杰只要操作反抗 便会换来一顿殴塔 完事后 谢尼亚上楼洗澡 但下来时发现地上都是血 他问男友怎么回事 弗莱奇说 他已经没气了 谢尼亚哭着问 为什么不放他回去 男友说 因为他不听话 最后二人 把李扬杰的尸体 装到垃圾桶中 趁着夜深人静 从二楼的窗口丢了下去 而弗莱奇当时出去绕了几圈 就是为了确认李扬杰的尸体 是否已经藏好 谢尼亚的律师强调 因为长期受到男友的压迫 以及他不幸的成长经历 且案发时 谢尼亚刚满19岁 心智尚未成熟 希望法官能够对他从轻触发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 谢尼亚真的只是被迫参与其中吗 针对谢尼亚的自白 控方认为 这是他眼看即将面临 合谋杀人的审判 为了减轻刑罚 便将过错都归咎到 男友和自己不幸的童年上 如果不是谢尼亚 李扬杰也不会被骗 况且事后 谢尼亚还配合男友去警局报案 试图掩盖真相 而最关键的是 在法医的报告中显示 李扬杰手里还攥着一座谢尼亚的头发 说明二人之前有过搏斗 并不像谢尼亚说的那样 把自己也形容成为了一个受害者 不过最令人想不通的是 都到了这个时候 弗莱奇的律师居然还能鼓起勇气 对法官说 其实 我的当事人也有心理和精神方面的疾病 而且比谢尼亚要严重得多 希望同样能够重庆量刑 2017年8月4日 德少地方法院经过35次听审后宣布 弗莱奇谋杀及侵害等多项罪名成立 依法判处其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 而谢尼亚由于存在主动招供等因素 判处他5年半的监禁 两名罪犯家属需要赔偿李扬杰父母 6万欧元的精神损失费 由于没能掌握 弗莱奇父母包庇儿子的具体证据 法院宣布他们无罪 在已经废除死刑的德国 终身监禁已经是最高的刑罚了 判决下单后 弗莱奇表示不服提出上诉 但奇怪的是 谢尼亚也提出了上诉 她表示从小没人关爱 长大后又被男友操控 还是觉得判得太重 尽管这对情侣都表示不服 但他们自始至终 都没有对李扬杰的父母 说过半句道歉 不出所料 二人的上诉均被驳回 法院维持原判 就在此案告一段落 舆论渐渐平息的时候 弗莱奇的母亲和继父 都低调地官服原职 不仅如此 在大众悼念李扬杰的时候 这对警方高管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酒会 庆祝他们的酒庄开业 当时现场 有很多的社会名流和上层人物 欢乐的气氛异于言表 在了解了此案的详情后 我的心情很久都无法平息 德少警方的官官相护 高管父母的只手遮天 以及当地警方的不作为 都让人对德国的法治 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似乎在权力面前 普通人的生命不值一提 据知情人透露 在调查初期 弗莱奇的母亲 曾明确下达过命令 要求将侦破的重心 放在公园和老城区附近 并强调 这肯定是一起流窜作案 所以在搜查时 警员们都刻意 将弗莱奇的公寓排除在外 毕竟大家都知道 这是领导宝贝儿子的居所 这个案件带给了我们太多的伤痛 虽然两名罪犯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但李扬杰却再也无法回家 逝者也是生日如斯 希望李扬杰在天堂能够安息 也希望广大海外学子 能够时刻保持警惕 远离恶魔 好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